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黎文杰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杰 今集想跟大家說兩個人 兩個都是失敗的人 兩個都是失敗到要逃離香港的人士 是什麼人呢?就是杜汶澤和黃秋昇 他們兩個人做了什麼事? 杜汶澤可能最近看到香港四大天王劉德華 他在抖音開直播 竟然有超過3億5千萬人同時觀看 你想想這個數字是多厲害 可能是這樣 他妒忌他想癡人氣 接著他就說現在如果他看到劉德華一次 他就對他媽媽一次 這樣的人都有? 他到底說了什麼? 他到底還記不記得劉德華對他的恩情? 等一下跟大家去說說 接著第二件事就是 黃秋昇剛剛說完黎文集之後 黃秋昇他的近況曝光 黃秋昇他在不同的節目裏面 不同的訪問裏面曝露了原來 他的生活 是很慘 香港武器拍 內地更加不用說 在台灣原來他也是 不受歡迎 武器拍 生活受壓 很不開心 他不是黃得很高興嗎 待會跟大家看看他的近況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一陣子 留言訂閱文傑新潮的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首先想跟大家說的就是 有一個人就叫做 杜汶澤 大家都知道這個人見人爭 人見人吐口水的一個 小雲雲 沒錯 他從小到大sorry 我也覺得他只是一個 小雲雲 他在昨天的時間 還是前日呢 差不多這時間 開刊 罵我們香港 中國香港的四大天王之一 劉德華 劉德華他出道超過四十年 他不單止擁有一個 很盡俏的外表和實力 他人品 還要是非常之好 相當之 重情 重義 有些他只是 只是叫做見過 叫做認識的人 需要幫忙的時候 甚至乎有些人 需要幫忙的時候 但他不認識 他都會 仗義出手 更何況是朋友 這樣一個的 好好先生 其實 罵劉德華的人 認識他的人 罵他的人 是不多的 認識他而罵他的人 基本上沒有那麼多的 但是 這個世界總是有些人 吃碗面又反碗底 受人恩果就恩將仇報 這個人是誰 杜格澤 杜汶澤 杜汶澤在他的Facebook 公開說 他現在很不喜歡劉德華 為什麼 總之不喜歡 沒有結仇 不過他就是因為一些 支持香港政府 施政的東西 所以他就不喜歡劉德華 甚至乎 見他一次 要劉德華媽媽一次 其實 杜汶澤是受過 劉德華的 恩惠 當然受劉德華恩惠的人 或者受劉德華幫助的人 很多 但劉德華當這件事 不是什麼 當杜汶澤 還是 一個小運運 不好意思 不是從口的小運運 因為他一向都是小運運 是一個 爛泥 爛泥 負不上 被垃圾 但是他現在還是 比現在更爛泥的爛泥的時候 他現在是17層地 在18層地獄需要付 當時劉德華 看到他沒有屋 是說 我有一個 房子 你住吧 怎料這房子 是香港 的 千萬豪宅 是當年的千萬豪宅 借給 杜汶澤就說 什麼借 我有付錢 三萬元 但大家 知不知道 那個豪宅當年的 租值多少錢 那個豪宅當年的租值是 20萬 三萬元 過夜 三萬元可能 地租差響管理費 都不夠交 劉德華 劉德華 隨便吧 沒什麼所謂 你喜歡給就給吧 給不到就給不到 不要緊 你現在有些困難 你拿去吧 劉德華的最後銘是 賺到的要給人 學到的要教人 我聽過無數人是這樣說 所以 這個的杜汶澤是真是恩賞仇報 是真是恩賞仇報 他就說 澄清 不是借的 是租的 三萬元 大辣辣 真的很貴 也說 他沒有叫過 杜汶澤 沒有叫過劉德華投資 他說他那時候老闆 是林建岳 盛流的比他更有錢 有時候不關有沒有錢事 有多有錢人 一輩子做的善事 幫的人 都不夠劉德華多 這個是關有錢事嗎 沒有關的 我認識很多的朋友 錢不多 我的義工們 錢不多 有錢的也有 但是 他們所幫助過 直接幫助過的人 隨時是給 某些的明星 某些的富豪 是更加之多 但是其實杜汶澤 也說 其實他跟劉德華是沒有結過仇口 沒有仇無怨 但是為什麼他 那麼不喜歡劉德華 他說是因為200年的時候劉德華公開表態支持香港政府要做人公道 支持政府施政 他就說 所以他就跟他勢不良辣 因為他是不支持香港政府施政 以前他說他是忍 忍到心情不好的時候才再算數 然後就說 現在 你提一次 我就 你 阿媽一次 基本上 他要 基本上提親劉德華 甚至乎看到劉德華就要 推舉一字 其實劉德華曾經在節目上 受訪的時候 他也說 他是苦人之仁 其實他是 善心爆棚 往往都來者不拒 不忍心去拒絕 別人的救援 因為自己當年在演藝圈打滾的時候 也遇過困難 在別人的幫助下才走出一個困境 正正是因為這一份 釋福的心 劉德華也願意幫助其他人 願意向別人伸出援手 他幫助過的明星 非常非常非常之多 可能大家 聽得最多或者在網上 看到最多的是 張偉健 基本上 有很多娛樂圈、演藝圈的 朋友 的人士 對劉德華 傳有很多的感激的心 說到問責 劉德華不單止借了 房子給他住 劉德華 其實出賣錢 去 資助他 去拍戲 當然 虧錢收場 然後第二期的時間 劉德華就不支持他 因為太多了 虧兩千萬 然後 好像因為這件事 之後 就開始 杜汶澤 就開始 有這樣的傳聞 劉德華 因為杜汶澤 可能要叫他衝刪場面 幫助杜汶澤結婚的時候 幫他做了兄弟 伴郎 但這個人 最終 恩將受報 你說 是人嗎 真的不是人 我們說說第二個人 第二個人都是一些非常之失敗的人 但當然他曾經都光輝過 是什麼人呢 他是 黃秋生 黃秋生曾經 演技是受到一些肯定 但是他的行為 他的思想基本上都是壞了 壞了腦 更加因為 就是乃黃人的鞋底 而 被黃絲繼續唾棄 是呀 乃黃人鞋底都可以被黃絲唾棄 可能他頂著 這個什麼 影帝 那個頭銜 想著可以受到很多人尊重 結果呢 結果其實他 前途無限 但現在 他就前路亡亡 是不是差很遠 黃秋生現在已經沒有在我們中國內地的市場 看到他 甚至乎在香港影視宣的市場 都好像見不到 早前 黃秋生 可能他原本是喝著移民 為了生存就特意去我們中國桃板島 尋求機會 但是不好意思 撞板撞到他暈倒 撞到他 躺下 在上星期有香港媒體 曬出黃秋生的近況 事隔幾個月 即是幾個月之前 黃秋生 即是 很大支東西 那樣那樣 幾個月之後 他說的東西越來越搞笑 越來越滑稽 越來越 貼近現實 他說 他在 我們的台灣島 不受歡迎 不被重視 所以黃秋生 在台灣 毫無演出機會 為何不找杜汶澤 杜汶澤不是有個不知道什麼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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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好像找你做了什麼 什麼 為什麼不繼續 為什麼我沒有了 中他 是不是 現在 我都不明白 不是應該黃絲幫幫黃絲嗎 如果 杜汶澤那麼好 我想也會找了黃秋生 當然如果黃秋生真的那麼好 我想 台灣也不會虧待他 有時候 水平實力的東西 真的 有些時間之後就可以看到 出來 在那個訪問裡面黃秋生說 他 在台灣 沒有樓 沒有地方住 沒有錢 沒有人 沒有物 沒有老婆 那邊沒有子女 又沒有什麼朋友 他說 他說 你問我現在開不開心 他答 我不開心 那麼誠實 他說 我不開心 有什麼值得開心 年紀又大 工作又沒有 很大壓力 有沒有錢 前路忙忙 不知道前面是怎樣 怎會開心 喂喂喂喂 但是黃絲不是當你皇帝的嗎 為什麼你會不開心 為什麼你會前路忙忙 你那時候 轉黃的時候 不是很多黃絲撐你的嗎 你不是很威水的嗎 你不是應該在黃絲圈中是皇帝來的嗎 不好意思 在黃絲圈中沒有皇帝 只有奴隸 哈 皇帝和奴隸 差那麼遠的嗎 Sorry 事實上是這樣 你 入黃圈 是要舔腳趾 啦 你看道文宅 無論 蔡英文做什麼壞事也好 台灣是最好的 蔡英文是最棒的 他說完自己不尷尬嗎 在金錢面前 好沒有尷尬的 啊 這些就是黃絲 乃 盡力乃 乃到死皮都沒有 黃圈生存 就是這樣 其實在那個訪問裏面 在黃秋生的話語期間 基本上可以了解到黃秋生的近況 人又老 錢又沒有 女人又不知去了哪裏跟哪裏 工作又沒有 前路又茫茫 存款又沒有 導演基本上不會跟他拍戲 不會跟他拍戲 加上人的年紀越來越大 賺錢的能力越來越低 當下他非常之迷惘 對於 他這樣的近況 兩外四地的朋友可能會覺得很同情 原本 但不好意思 兩外四地的朋友 都沒有人同情他 所以有時候說 早知道今天 何必當初呢 是不是 如果當日他不是選擇 站在 錯的黃絲那邊 支持那些人做錯的事 今天 可能他今晚身家 可能他爆了爆到瘋了 可能他不需要 去一些 不適合他的地方生活 生存 當然事實不是這樣 事實上是他真的站在黃絲那邊 除了沒有工作之外 和黃秋生合作了10年的助手 亦都跟他分道揚鑣 原因就是黃秋生說他自己的工作不能夠配合助手的新工作要求 所以無奈就要結出 多年來的賓主關係 很明顯 黃秋生 是付不了錢去聘請人家 是不是 沒辦法的 當時有黃秋生就說 認識錯他10年了 人家也要生活 怎麼會這樣 幹嘛罵人 對嗎 搞笑 黃秋生在他的話語中非常無奈 不過 很正常 一個沒有市場的藝人 怎麼會有助手願意跟著他 前途 前途在哪裡 另外 以黃秋生目前的經濟狀況 對方來說 其實如果家人 如果困難 他都只是 只有體字 他了解 黃秋生和他老婆 吳慧晶有兩個兒子 和岑建芬的外甥女 Joyce 就好像有一個私生子 目前居住在英國 養三個兒子 兩個家庭 需要龐大的開支 黃秋生 其實他養自己也難 他怎麼可以有這麼龐大的開支 不過他就透露了 他自己大兒子已經出了工作了 但是 大兒子賺的錢自己也不夠花 當然算了 不要說什麼會不會貴 問他拿錢 他不問你拿錢就偷笑了 現在 我真的不知道他怎麼算 怎樣可以去 賺錢 所以 可以走一條歪路 向一班 當你奴隸的人 說Hello 拆他們的鞋 拿腳趾 是不是又有用 如果你拿到 可能是的 但可以生存到多久 你看黃店就知道 越執越多 越開越少 那 黃圈這頓飯 是不是真的這麼容易吃呢 希望大家下面留言告訴大家 你怎麼看這件事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留言訂閱文傑紳士的頻道 記得按鈴鐺按鈴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感谢观看